國殤為何武功變得這麼厲害呢? 國殤在神雕俠裏的武功只是普通一流高手 為何在以天屠龍記裏能開創鵝眉派呢? 究竟國殤有什麼奇遇呢? 我們再看看國殤學過什麼武功 有月裏劍法、洛英劍法、全真劍法、玉裏劍法、 少林羅漢拳、一陽子、蘭花佛月守、鐵掌公、空明拳等 另外他又得國殤大師口述這個九陽真經的心法 當時國殤大師雙重垂危 在臨終前將這個九陽神功的心法讀出 在場有三個人 其中有國殤、將軍寶、毛色大師 他們各有所悟 毛色大師回到少林就創了這個少林九陽功 而張三豐就用這個九陽神功部分的心法 創出這個武當內功心法 國殤是奇才之罪 亦將平生所學融會貫通 在四十歲的時候創立這個鵝眉派 當時聲明顯赫 但可惜死後無以為繼 鵝眉派的掌門每放月下 一代比一代差 鵝眉派到了第三代掌門滅絕師太 曾經在江明頂一掌打傷 當時身負九陽神功的張無忌 但他亦親口說過 自己的武功不及祖師 國殤十分之一 鵝眉派的內功博雜 如果不是天之聰明或者內功深厚 就算練二十年 也只不過是一流中的高手 就連明教四大法王都不如 鵝眉派的武功 如果沒有深厚的耐力 是不能夠發揮鵝眉武功的真正威力 只能夠憑著劍法的招式 考勝敵人 你可以看周紫若 得到這個九陰真經之後 內力大進 將鵝眉內功深法 配入這個九陽真經深法 發覺兩者深法大有關聯 九陰真經正可以補足 鵝眉派內功深法的不足 原來鵝眉內功深法 除了混合九陽功 還有殘缺不存的九陰真經深法 所以得到正本的九陰真經修煉 就能夠將鵝眉內功修正 所以周紫若在數月之間 以九陰白骨爪和白網邊法 就能橫掃江湖 漢鳳敵手 這就是葉盈飛二次創作解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訂閱